跟很多男生一样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汽车 也很喜欢科幻片 现在很幸运 我找到了一份视野 我现在是在一家自动驾驶的科技公司 在努力地去研发自动驾驶相关的技术 这是一辆汽车的小巴 它每天往返于地铁站跟办公园区之间 在我们这个园区里 上班的人都可以扫码乘坐巴士 我不是司机 我是安全人 因为道路安全需要 目前每辆无人驾驶车厂 都必须要配备一名安全员 现在北京的科技人区里 有很多的无人车 很多公司也都在研发无人车 现在我们处的这个位置 是在阿波罗Park 我们自己人带驾的一个操作中心 自动驾驶一个核心的就是天条 就是安全 北京市政府的投入还是挺大的 路边已经多了很多这种路段的感知设备 就包括WITOX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智慧交通灯 就可以实时地显示出 红绿灯还剩多少秒 红灯还剩多少秒 黄灯还剩多少秒 这些关键的信息 使我们的增加驶车辆能够更加平稳 安全地通过这些路口 对我们整个增加驶的决策 规划控制 提供很大帮助 这个界面就是我看你设计的 这个方块是行驶的车辆 这个是非机动车 这样大家都可以更加直观地 去了解到无人驾驶车辆看到了什么 还有是怎么样做出判断的 但无人驾驶绝不仅仅是 你看到的界面这么简单 它还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把GPS北斗加纳格尔纳斯 四个卫星导航系统 当成一个家族 只要我们收到四颗卫星 无论是哪个系统卫星 就可以定位 误差控制在一个厘米以内 无人驾驶技术里 精准定位是十分基础的多快 北斗系统可以为无人驾驶汽车 提供精准的实施定位 2022年4月28日 北京也正式发放了 无人化载轮驱车 全球范围内 北京成为了第一个 开放无人驾驶的世界的城市 未来之城出行出去 我们在北京 等你来体验无人驾驶的正能生活